WBG对阵MRC的第一局上半场 就还是继续刚才那个话 就是整体上面来讲 我觉得MRC是要比WBG赢面大的 那么WBG如果要赢 那就得爱丽真的发挥的非常好 把把四抓 然后可能也不用把把四抓 就前面几把的话 他角色能选的 比如说像歌剧啊 这些要多拿几个四抓的情况下才有赢面 因此WBG如果 这边上来原地被赢 不过这原地是个双坛 因此呢WBG上来 如果说第一局爱丽的 这什么情况啊 这么来的就防你这波回溯啊 这只鸟给的有东西啊 这只鸟给的有东西啊 对吧 我们从结果上来看 这只鸟给的怎么样 给的妙啊 给的好啊 这样的话爱丽第一刀 有原地装员老友加速往前走 然后逼出闪现 一分二十秒有了 一分二十秒有了 并且原地前面还有一个翻窗加速 能不能翻过去 交闪 先至这边顶 没顶到 这个应该是一个提前量的配合 就是原地看到这边的残影 知道你会回溯这一波 所以说提前要鸟 保了一个下限 这正可以 不过虽然说这个牵制时间不够 但是我觉得MRC也做到了该做的全部 那么剩下的就我刚刚讲的就这个局其实对MRC来讲他们的要求是什么跑一个或者说我站在上地视角我觉得MRC跑一个就可以了他们能真的跑两个给到小陈的压力几乎为零的情况下呢MRC今天就大概拿下了 因为小陈怎么低他不太可能被多跑说实话上来 就越往后打我觉得MRC的云面云面会越大 所以WBG要赢今天前期一定要打出超级大的优势 当然这个是一家之言我个人的看法 这边的话追个双岛找圆钉 圆钉先顶盾 前面的话有板子有窗 这里板破掉不给你这波翻板加速 感觉其实刚才翻那个窗会不会好一点 感觉刚才顶盾先翻那个爱有一个抽刀 还行吧 野人这边也快起来了 先吃这边先吃这边再摸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把野人状态补满 野人这边状态补满以后 骑着猪可以过来再卡一手 这个圆钉不值得救 但是可以卡 因为这个圆钉如果再救 你吃个双岛就挂飞一个再挂一个 穷准机子其实差蛮多的 你看上去这边的话密码机四台都修过 但是四台机子分布在不同的位置 你还有赶路的时间呢 野人这边状态不好 骑着猪过来 就是爱丽你别走 对吧 我们两个单挑 就给一些压力就可以了 因为确实啊 大家注意啊 这波野人 要救吗 这么凶啊 这个救 爱丽打的凶啊 这波救真的 我觉得不是特别有必要 因为圆钉他所在的这个点啊 大家注意如果说什么情况下 我觉得可以救 你就双十一这边板子全在的情况下 可以救 但你这边双十一这一个就这个区最强的交互点 已经没有板子了 他其实很难撑得住的 这波来就 至少不赚 你说亏不亏吗 稍微也拖了一会儿 这边野人也被摸起来了 还行 但肯定是不赚的 就这种救人 我自己的感觉是亏的可能性多一点 赚的可能性少 当然这边有一个什么点啊 这边有一个野人 他其实不是教自己的 但是在艾莉的视角当中 这个野人是有可能会判断他为教自己的 这个可能待会儿会有一个偏差 开门站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伏笔 所以大家注意到没有 艾莉这边的话 他并没有选择去往外打 而是想要来针对这个野人 因为有可能在艾莉的眼中 这个野人他是一个教自己 闪现应该不太能教 这个野人知道挂上以后 他应该是第一时间要考虑怎么传送 去打外面的人的 他不能守 即便这个野人真的是教自己 他也不能守 感觉守这个野人 这个局容易让求生者打出一个三人开门站 保平或者跑一 艾莉我觉得他应该还是想要去努力追这个四的 所以说他在两局 两波救人环节当中 他都打了一个双倒 都是硬着头皮去打 是有风险的 对于艾莉来讲其实是有风险的 这边的话找到花瓷先回溯过来拦住你 这边交钩没打到 但是身为上面来讲一刀好有传送 可以切船 人应该是救不下来了 人应该是救不下来了 直接练啊 这个人应该是不救的 就是这边翻闪现落地 一刀 你挂上我这边就准备跳地窖了 你挂上我这边就准备跳地窖了 小迪老师这里的话还在修 挂上 那挂上的话就看小迪老师能不能跳地窖了 一个飞轮双弹的先知 要跑呢 只能狗 而我们知道小迪老师 他的这个躲猫猫 老观众应该知道 以前小迪老师排位打得多 在冲锋的那个年代啊 我是经常有观众到小迪老师的 他的机械师 他的先知 他的冒险家 我都有观战过好多次 提前压进步 是他的一个招牌手 而且有一点就爱丽的找人 爱丽的找人 这个是 人无完人 各方面爱丽都很强 唯有在找人方面 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 小迪老师再压一波进步 给你躲猫猫 好我看到了 看到了飞轮先顶 这边的话打一刀 前面有没有交互 供这边小迪老师来加个素 好像没有 还是锁定了一个四抓 爱丽一身之底 还行吧 反正也找到了 也找到了 找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